Maker Live 大家好 现在是越南时间6点半 所以是我们马来西亚美国的7点半啦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天气都是很亮啦 而且在这边早上的那个温度蛮冷的 出来逛逛下去 roughly amazing 隔壁又在开挡了 诶,这边是他们吃早餐的地方嘛 看好多摩托车来来往往哦,这条街 这边是他们的早餐 吃粥 前面那栋黄色的就是 我们住的酒店啦 这边有人来做早餐 看到吗,他的河水全部已经是退潮了 昨天是淹到这边来的是平行的嘛 我叫的是HOT COFFEE,他进来来给我冰咖啡 而且还是这样小杯 什么意思哦,可是好像很浓哦 谢谢 这杯是我们来酒嘛 咖啡和茶 原来这杯是好像菊花茶来的 走到他这边的另一段啦 哇,这边的那个河是比较宽的 这边有餐厅,船上的餐厅 然后那边好像有高级住宅区啊 有很多这种鸟在上面哦 特别集中在这间屋子的,奇怪哦 早上的会安很多摩托车 旅行团 好,现在我们要去找早餐吃啦 我朋友终于睡醒啦 可以找早餐啦 我们要去他们当地出名的那个 早餐吃早餐 早餐吃早餐 你也许多 nuit的只吃晚餐的 就做午餐咖 这样我们吃别的先的啦 OK啦,去吃别的吧 诶,这边有拜拜哦 今天是星期一 游客应该会比较少一些吧 好 我们又来到了巴萨这边呢 去找早餐吃吧 进他们的巴萨里面吃 有看到哪一间想吃的吗 像Dotan买同样的东西 差不多全部都是卖同一样东西了 找了其中一间因为他有叫我们 就是他这个有拉克 我们就吃这间吧 好像很多选择啊 是啊 看着 猪肉比较便宜 是咯 这么他们这边的猪肉还便宜过鸡肉的 鸡肉还要40千 这边的猪肉是30千而已 要猪肉咯 可是他们的鸡肉比较好吃 是吗 我不知道咯 都可以啦 你决定咯 鸡肉咯 鸡肉咯 我叫一个清卷 可以 叫清卷 大 大 这个是配那个猪肉吃 我觉得这样子吃也好吃 好大一份哦 这样大个的这个春节 越南春节 他们那个好像比较好吃 他们的还有放肉的 这个很大块 咬得到吗 嗯 ok啊 不错很新鲜 好吃啊 好吃 很多吃 都放一份吃啊 哦开始很多洋人进来了 嗯 这个是 超来 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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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这边的面条 很香咯 就到酱油咧 里面有什么 脆饼 鸡肉 我们点了是鸡的 然后豆芽和面条 这个 有很大块的鸡肉 他们的鸡肉也贵过猪肉 嗯 很好吃啊 他们的鸡 甜甜的 然后脆饼 嗯 它脆饼咬着 炸脆饼 油渣的刚刚炸了 然后有吃面和豆芽 嗯 together 它有放它sauce很好吃哦 它有一个sauce 我还难形容耶 它的sauce很好吃 放它去甜甜的 加它面真的是好吃 嗯 它这个面条是比较粗的 四四方方的 这个面条没有吃过啦 很特别 嗯 好吃 它面条好吃 很Q 它鸡肉非常的入味哦 有一点药材的味道 就好像药材鸡的味道 很好吃 这个是avocado加coconut 等了蛮久下的哦 很浓稠啊 我看的就非常的浓稠 嗯 嗯 好喝哦 可是奶味比较重一些 因为avocado本来就比较奶嘛 所以它这个再加上它有放那个炼奶 所以应该是 啊 奶味都蛮浓的 好 现在吃饱了 我们要去那个 焊coconut 啦 下边 坐那个船 转来转气的船 哦 现在是在taxi上面了 我们去焊coconut 然后天气又晕晕的感觉会下雨了 所以快快来这边 玩了 玩了之后 玩了一下子之后就可以回去酒店了 好 现在直接这边走进去嘛 这边有一间餐厅呢 龙头 啊 cooking school哦 叫人家煮越南餐嘛 这个小巷子直接走进去里面 ticket jump point 怎么还有ticket jump point 哦 哦 那这边也是 有小档口 就是这种船 coconut boot 哦 啊 这边直接进去里面 啊 啊 那边有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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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人都进店 啊 叫我们两个吧 我吃咯 有点单调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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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还是要驾出去的 对 应该是驾出去了吧 嗯 很冷清 太早来了是吧 好 转一个鸭子 这就是新鸭子 这就是新鸭子咯 哦 好像没有很多 Coconut 哦 Coconut Coconut 这个是Coconut 哦 这个是Coconut 哦 这个是中油 马来西亚 那 这个应该是Coconut 来的 海鸭子 哦 是哦 Coconut Coconut 哦 这个就是他们说的Coconut 哦 你又可以拆下来的吗 我不知道 很大个 哦 硬硬的 嗯 这个在钓鱼呢 里面很热闹啊 进到来了 开始很多人了 Cocon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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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这个是哪个 那是 小伙子 小伙子 对 紫分 也许 我怎么闹呢 那是 是的 是的 不用 是 這邊塞穿了 那邊塞穿了 等一下會掉下去嗎 現在來到他們這火船的地方啦 那個轉到這樣 那個是靠近出海口 我呼嘗一下 那邊塞穿了 嗯 1 2 3 水 1 2 3 水 1 2 3 把他给他体验 好 OK 哈哈 好,现在坐完这个船 我们要回去那个马途那边了 要上去他刚才那个餐厅了 看到了 在前面了 在前面了 蓝色1的那一个地方 高了 现在要上船了 这些是不要坐船的 是真的吗 趴了应该是在那边 是哦 拜拜 上去啦 他为什么要等着啊 我就想他等着 是啊 等着 你这么船夫吗 ok 好的,谢谢 太厉害了 你要坐吗? 你要坐吗? 不要啦,我们走啊 好,坐完那个船了 我们现在进去里面走一圈 再出来吧 啊 现在又走到来了这边日本桥这边啦 我们现在是要吃午餐啦 要去那个Morning Goli吃 刚才吃不到的那个午餐 啊 今天的河水涨得很快 啊 谢谢 谢谢 yes 来到了这个小巷子啦 好像很多人啦 排队吗 ok thank you second floor 现在终于开店了 里面也很有特色哦 这间是original的 第二层 上第二层 来啊第二层啦 都可以啦 啊 坐这边啦 还是外面有得要坐嘛 坐外面啦 外面哦 那边 啊 坐外面啦 这边才有感觉 就一个啦 对啊 啊 这边就比较有感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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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这个 密床 密床啊 给阿田咯 全部都是日没有照片咯 照片都要看这边 嗯 来了他们的chicken rice 多少钱啊 95千 95千就是差不多20块来啊 20块的chicken rice 这盘马币20块 是啊 很奇怪哦 然后他们这边的鸡肉 是比较贵的 还贵过中的 是这样嘛 这样子嚼的咩 他嚼嚼吧 他叫你喵啦 他叫你把那个 撒上去吧 撒上去吧 好吗 是哦 哦 好吃 好吃吗 很普通的鸡肉 很普通啊 没有早上的鸡肉这样好吃啊 差不多 炒上的鸡肉比较好吃吧 我觉得比较有味道哦 嗯 有没有哦 很普通啊呗 这个我们的海南鸡肉差不多 嗯 他的饭好像比较油一点 没有跟海南鸡肉差不多 也是那种 百七鸡 百七鸡 蒜米饭啊 烧干共 这个好像是红杏菜 他们这边的炒干共 也是差不多20块 好吃吗 不错 淡淡的味道还是什么 淡淡的味道咯 淡淡的味道咯 淡淡的香味 然后这个是炖鸭胸肉 和椰子饭 椰子饭 这个看起来就真的比较好吃 可是这个差不多30块啦 一整套 我先试试看它的鸭脂 哇很香哦 它的卤鸭 太好吃了 嗯 太好吃 它有 应该是有烘过 烧过 然后又在哪些炖的 很入味 非常入味 这个就很好吃 它有烘过 它有烘过 它压低 很脆 然后 这个是椰子 再加那个 sticky rice 蘸一点 很特别啊这个 这个 有椰子肉 椰子肉 椰子肉 有椰子肉 然后又有sticky rice 哦 烫到 这种 真的有点像是在吃椰丝 那样 可是配上它的这个鸭肉 真的是好吃 嗯 很特别的 值得推荐 吃饱了 现在付钱了 然后就再去逛古城街吧 这边呢就是你买票 然后在一些景点的时候 他们就会剪去一张 你买的一次票里面有五张可以剪哦 就是可以一次 可以去五个景点 然后我们现在来的这个福建会馆 就是其中一个景点 刚才它剪去了一张 金山寺 那福建会馆跟金山寺有关系吗 是蛮漂亮的啦 参观一下 哇哦 里面庭院蛮漂亮的 以前福建人的 屋子设计 就是这样子的 有点像庙宇啊 就以前福建的当地人来到了这边深耕住宅的时候 然后在这边建了一个祠堂这样 我见人就是拜马祖嘛 这个是马祖吗 海天池行 其实这些建筑物哦 对我们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槟城人来讲 是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感觉啦 因为槟城也是有很多这样的建筑物 什么福建会馆啊 潮州会馆啊 所以来到了这边看这些 简卡就是当做来了解了解一下而已就好啦 哎现在我们再去其他地方吧 你买吗 烤玉米 嗯 来尝试一下越南这边的玉米吧 哪一个来介绍一下 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以这个比较好吃 这个是甜的 那应该是只有糯米味吧 哦那个是有可能是糯米玉米 然后这个是那种甜的甜玉米 好吃吗 很甜 甜啊 水多吗应该没有什么水了吧 这很多水因为要烤过了 然后有香味啦 嗯 木炭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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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哦它是用炭火烤的 啊走到了这边 靠近那个河旁边的那个菜市场 参观一下有什么特别的蔬菜水果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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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小鸚鱼耶 很多大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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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鞋子 嗯 嗯 мо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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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nd 哦 我们早上吃的麵好像就是这样子在这边塞着的 还有面条 奇怪哦 那个小鸟不会来这边吃吗 哇是这只狗 好胖哦 这边就是晚上的时候 它的水就会直接淹上马路了 所以我们昨天是没有走到这边来 那下毛毛鱼了 来到越南的第二天 下了一点点雨 现在要蹭闪了 大家走回酒店吧